以下是狗播广告 经典球毛品牌47brand创立于1947年 发迹于大联盟最古老的球场芬威胖 创始者罗素兄弟从贩卖运动赛事周边开始 将47brand由原先的摊车 逐渐打造成国际化的体育休闲服饰品牌 不仅与MLB、NBA、NHL以及NFL等国际体育联盟长期合作 亦有超过600个学员的授权 在台湾亦与中信兄弟富邦和将 中信特工与富邦勇士等球队联名合作 球帽优异的质感与百搭的设计 使品牌深受棒球迷与艺人的喜爱 目前逐利贩售的产品为 较接近传统棒球帽的MVP系列 以及老帽款式的Cleanup系列 如果大家有购买棒球帽的需求 也可以多多考虑47brand这个品牌哦 大家好我是Honda 欢迎收听原始物语第143集 预计上架这期是2024年3月5号 原始物语是乐天逃云球迷象 非官方Podcast每集我们所聊到的主题 还有大智商的时间轴 多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那说到多会啊 到底今年有没有续约 到目前为止都还不晓得 大家也只好耐心等候啦 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那还是先回来我们节目第一段 那第一段首先要帮主节目补充一下 在2024年3月2号上架的大水野球 五四三第206集 就主节目 那这一集有访问到我们这个 阴阴某台记的校业 那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有聊到 关于林正贤教练去接台钢雄英的 二军总教练这件事情 然后有聊到说 那林教练之前是不是都没有接过 类似的职务那事实上是有的 林正贤教练其实在台湾队时期 就是洪中内阁时期 他是洪中的左右手嘛 那大家也知道洪中内阁的几个 主要成员就是吴俊良 林正贤还有蔡玉祥 那林正贤教练在当时也是 有蛮长一段时间都在一军的 当首级教练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 其实林正贤有去当 我们家台湾队的二军总教练 然后在之后就是我们的东盟 其实林正贤也有带过一次 所以林正贤教练对于二军 或对于东盟的这个部分的带队 他是有经验的啦 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补充 那这一集当然我们会聊到 就是在3月3号这一天 在台北洞面对东京独卖局的比赛 不过这个会在节目的主要部分 再跟大家做分享跟整理 那在第一段还是一样 就是一些新闻update 首先第一个就是 在今年来我们这边自陪 不是自陪啊 来测试的前童医师内一手 吴杰瑞 还有就是在去年年底 被我们放在60人名单之外的 蔡振宇 这两位选手呢 那确定今年会留下来 就在我们的阵容里面 那吴杰瑞呢 他其实是在2018年9月22号的比赛 铺接滚地球的时候 造成右肩撕裂伤 然后在长庚医院开刀 在2019年的时候 去日本鸟曲训练中心 接受复健的训练 但是呢 后来就是等于说 伸手没有 那个时候伸手没有回复啦 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 转任同一师的基地训练教练 但是在季后就没有续约 那他来参加我们热天堂园队的测试 也确定会留下来 那另外一位蔡振宇 我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 就是冲车大将军 算大将军吗 反正就是冲车 那大家应该也就知道 就是在之前在台南有一次 球场的冲突 然后呢 他一马当先的冲上去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讲过 就不关他的事 他那时候并不是登陆球人 其实他没有那个立场 要去冲第一个了 那总之蔡振宇在去年 季后被放在60人名单外 但是呢 今年呢 又让他留下来 那他今年春迅呢 还有加练捕手 所以 他之后是要 以外衣手的身份 还是捕手的身份 在场上 我觉得这个可以观察 那总之这个就是 确定留的两位的选手 那当然还有 去年不是走了很多个吗 那另外一个就是 前几年在我们家后援表现很好 但是到去年开始不太行的 Blending Huggins 那他今年确定转战台钢熊英 然后背号呢 从在我们这边的61号变成40号 那定位呢 也从在我们这边的closer 变成了先发投手 不要说我没有提醒台钢熊英的球迷们 其实Huggins一开始到我们家 是当先发投手 那他是因为投的不好 才去转后援 然后他其实在来台湾之前 他的定位也都主要以后援为主 所以这一次又跑去转先发 就只能祝福他啦 那后援的Huggins 改名成先发的后进 后进的台语要怎么念呢 后进的台语要念成 看棒球学台语 好那下一个新闻 不是新闻 就下一个动态 就是我们家的球场的持续在更新嘛 那PTT原版的土地公 非常认真的 常就是会给我们最新的讯息 那在2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 其实球场附近天气不太好 那怕草会来不及长 所以呢 在必要时候也会放这个 开这个植物生长灯 去帮助草皮生长 那如果说大家看到这个是紫色的灯 它其实是为了让草的鲜艳度更增加 基本上它就是取代 本来以前大家看到的球场喷漆 反正就是用一个光线的部分 让草长得比较快 然后让草长得比较漂亮一点 那另外关于灯柱的更新的部分 现在灯柱上已经把新的LED 陆陆续续的装上去了 所以之后呢 球场应该会比较明亮 然后开 应该说开灯的速度 应该也会比较快吧 那既然讲到球场就讲到今年的 这个各队的主客场的赛程安排 那因为呢 富邦汉将在上周确定 他们会把上半季的三场比赛 从他们主场新装棒球场 移到台北洞 就台北大巨蛋 所以这也代表着 热天桃人是六队里面 唯一一支 没有在台北洞开主场的球队 那其实我在前面几期 应该也已经讲过 因为我们球场就正在整修嘛 那你家里刚装潢好 其实也没有必要去住人家的饭店 那台北洞呢 我在去年的大水手53主节目也讲过 它是一个适合打国际赛 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 并不是一个适合打职棒的场地 那包括说 其实它的卖店现在是严重不足的 然后再来就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之前讲过 就是其实流浪主场这件事情 会比打客场还要累 对于球团的行政团队来说 因为假设我们今天去台北洞打客场 那我们就是客场球队 对那基本上就是对吧把球员再去 那顶多你再出个几台的货车 那把这个我们的 不管是球员的装备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在那边开 就是会有卖店嘛 把一些商品摆过去 那比赛打完基本上东西收一收 那就可以回家了 但是如果你是在流浪主场的话 行政团队关于那几天 就算只有几场的流浪主场 你也要去做招商 要去挂这个球员打布条 那当然不是行政团队挂 但是你就是要去做这个联络嘛 然后你要去花这笔钱嘛 然后还有就是球场的一些其他布置 那你柱子上面要不要挂一下 我们球队的这个识别的一些 视觉的设计 然后你的音响要怎么样去跟这个球场里面做联动 你是要 就是说他跟台北洞 比如说台北洞 他没有办法跟现在现有的音响系统去做连接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去安排一些节目 然后你要去做一些引导 那另外还要针对这几场 特别去更改你的收拔系统的话位 所以其实流浪主场对于行政团队来讲 他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那如果说以他们的角度 我觉得他们可能宁可去打客场就好 那同样的事情在主场 因为你有60场主场 所以这些事情基本上你可能做一次 顶多两次就可以 但是流浪主场你只要去一次 这些东西就全部都要重来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目前球队这样安排是比较正确 那再加上我个人的观念就还是比较看重 比较注重属地主意 那每一支球队有每支自己的球场 那你在每一个球场会有自己的特色 那如果说你说大家都去台北洞打 那老实说 那我今天到底是进哪一支球队的主场 可能是看不出来的 好啦那接下来就来讲我们的上周的比赛吧 好那上周呢对我们球队最重要 当然就是在2024年3月3号礼拜天这一天 在台北洞也就是台北大巨蛋所进行的 乐天桃园对东京独卖巨人的比赛 各位如果在讲这场比赛时候不要讲成乐天巨人之战 因为乐天巨人是KBO的一支球队 元老球队 他其实也是三支在中文使用乐天为队名的职棒球队里面最老的一支 好那回来这场比赛 我们先讲比赛内容本身 那这一场比赛 东京独卖巨人派出来的先方投手是大投手 那因为林湘转队所以有点难过的 尖野自知 那尖野自知呢 这一场他所投出的第一球面对我们家第一棒林立 林立在第一球就集出了三垒边线的二连安打 所以在比赛刚开始就有一个 好像我们可以先持得点的大好机会 不过呢 事情没我们想到那么顺利 接下来呢 阿金打出了三垒上方的飞球被接杀 然后接下来阿富呢 集出了一个内野平飞球 那球其实非常强劲 但是那一球因为打太强 直接往二垒手飞过去 那二垒手接到之后直接传二垒 把离垒过远的林立给刺杀出局 所以我们的一局上呢就从第一球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但是呢 双杀守备结束 二局上一样的攻势 阿飞集出安打 但是到二垒失败 到了三局上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有攻势 这三局我们都是面对尖野自知 那在三局上的进攻 陈威呢集出了右外野方向 不用滑垒的二垒安打 陈进呢也敲了一只右外野方向的安打 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出局 一三垒有人 这个得分的大好机会是比一局更好 但是宋家强被K掉 然后攻击欲望非常强的林立被K掉 那最后呢 阿飞集出了二垒方向的滚地球 所以尖野投了三局 局局遇到危机 但是局局都没有掉分 前面三局我们都有机会得分 但都得不了分 四局下轮到东京独卖巨人的大好机会 凡本又人选到四坏球 刚本和珍集出了左外野的飞球 这一球其实应该要被揭杀 但是因为我们的左外野手朱玉贤呢 在接球的时候没有接干净 球掉出来 所以呢 就变成了没有人出局一二垒有人 接下来集穿上辉成功的触及推进 让局势变成一人出局二三垒有人 这看起来应该我们就是会掉分了 结果长野九亿呢 直接集出了投手前的平飞球 被陈冠里接杀 然后直接穿三垒把离垒过远的版本有人也封杀 也用双杀手备结束了这个半局 也就是说三局上跟四局下 其实两队都有近战三垒 但是分数都没有回来 中间的局数双方攻势比较近悄悄 那到了八局上的时候 我们的代打中亿成集出了中外野方向的安打 那接下来林振华也集出了右外野方向的安打 看起来我们就还是有大好的机会可以得分 结果呢 在没有人出局两人在里的状况之下 毛银杰遭到三阵 杜宇峰集出了二垒方向的双杀打 所以这局又没了 因为这场算是热身赛 所以如果九局打完双方平手是没有延长赛的 那我们九局上的攻势无攻而反 也就代表着我们最多就是把这场守下来 不会赢但是尽量不要输 在九局下东京独卖军的进攻 首先全口友泰获得了四块球保送 然后欧可也留了被三阵 在一人出局一垒友人的情况之下 大城卓山集出了中右外野非常非常深远的飞球 那一球其实一打出去 大家会觉得应该就再见了 如果不是再见大概也会射墙 结果呢那一球被林振华接杀 那因为这球打出去的时候 一垒跑者已经奋力往前冲 当林振华接杀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冲过二垒了 所以林振华把球回传 传到一垒的时候 一垒跑者回类不及 也出局 那这场比赛就从本来很可能就是 两分的在天炮变成了 一次抓到两个的合局收场 就蛮神奇的比赛结束方式 每月斗内254 大叔野球有意思 月月赞助254 台湾棒球有好事 大叔野球543跟543周会谈的赞助计划 已经在折折木制上开跑咯 您可以在折折木制上选择您所喜爱的方案 不同的方案在不同期间都会有不同的赠品咯 那我们家的投打表现首先先讲打切的部分 我们在这场比赛全队总共集出了八只安打 事实上是比独麦巨人的一只安打多很多 独麦巨人队的唯一只安打是第九棒的岸田行轮 从陈冠宇手中所敲出来的 而且全场呢被我们家的投手三振了十次 那我们的八只安打里面算蛮平均的 八只里面有两只长打 都是二两打是林立跟陈辰威各一只 那其他的选手包括说 朱玉贤 林承飞 陈进 还有就是后段上来的钟玉成 林振华都有敲安 那林承飞在这场比赛是单场双安 然后钟玉成在这场比赛算是他一军的 虽然说不是季赛不是正式赛 但是应该算是他在比较一军阵容 然后比较正式的比赛的首安 不过这次我们比较可惜 就是在进攻端总共遇到对方执行成功四次的双杀守备 所以进攻攻势不断的就是都断 反正就都断着东面回来 那在失误的部分 这场比赛总共有记录上有两次失误 但其实应该要算三次失误 我们呢并不会因为球场是台北洞 所以呢就不会有失误 那失误来自包括说有一个 林承飞传给廖建復的截球失误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朱玉贤在接左外野飞球的时候让球掉出来 但其实在实际上还有一次失误就是 一样是廖建復接球没有接干净 那那一球那个比赛其实被一类层判成是出局 但是老实说后来看电视就是画面重播 其实那一球跑者应该是上蕾的 那只是说就交流赛嘛 所以对方没有很认真的要求要看电视 去做辅助判决 其实这两天东京独卖巨人队的教练或选手都很客气 因为在前一天也是有一个 就曾宋恩冲二雷 然后理论上他也应该出局 但是反正二雷神就派他safe 然后东京独卖巨人那边也没有要求 要提出电视辅助判决 那经过这一次在台北洞的 实际上的三次的失误 让我理解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你给我再好的球场 我们球队都还是会发生失误 都还是会有1 所以呢这个AERO这个1 并不是球场的问题 1呢其实是我们球队的一种精神 一种态度 之前球场没有整理好 我们会1 现在给你台北洞会1 所以想象而来就是 之后球场整理好之后 大概也还是会1 搞不好哪天我们去Londepal Park打球 大概也是会1 所以呢我们球队叫Monkeys 没有叫Egos是蛮可惜的啦 不过进攻的部分还是有两件事情需要检讨 首先第一个就是 毛银杰带打上来 然后他拿香被删证 那一个年轻捕手 我不要求说他一定可以把球打出去 打安打打长打没有那个泰科球 我自己在看比赛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设想 但是那个时候明明无人出局 一二雷友人是一个大好的进攻机会 打得再怎么招 就算是双刹打 从没有人出局一二雷友人 变成两人出局三雷友人 那都还是有推进队友的效果 两人出局三雷友人基本上 你把机会做给后面 那有没有得分 那就是后面的事情 那就不是你的事情 可是你在那边拿着香被删证 那我就会 其实会看不懂 那你到底是上来干嘛的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带跑朱一贤的秋心 他离蕾过远被牵制出局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要不得啦 那接下来投手的部分 这场比赛我们总共用五位投手 先发的温能力投了三局 五次的三振一次的保送 非常的威 再来是陈冠宇投了两局 一次三振一个保送 被打一只安打 那那一只安打就是 全场东京独卖巨人 所敲出的唯一只安打 然后再来是黄尺鹏 那老虎这一场表现也不错 两次的三振 没有任何的安打跟保送 陈伯豪呢 后援一局一次三振 没有任何的安打跟保送 最后是舒志浩 他一个三振一个保送 其实差点要被在剑 但是因为被接杀 所以他也是没有被急出任何的安打 比赛结束了来简单聊聊个人心得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个人要由衷感谢 东京独卖巨人办这两场比赛 那这两场比赛据我所知 其实是东京独卖巨人他们想办的 然后就开始做接洽 那这两场比赛的票房 反正数字很好看 就是在3月2号这一天 面对中兴兄弟是37890人 也就等于是目前为止 台湾有史以来最多人进场的一场棒球比赛 那在我们这一场 就是3月3号这场礼拜天 晚上的比赛是30890人 也就是说跟第一场足足刚好就少了7000人 基本上反正这两场进场人数有一定的数量在 但是这个爆出来数字 我建议各位就稍微参考一下就好 因为两场都刚好是90人 都刚好是东京独卖巨人 成群90周年的巧合 那这也不是叫考赛东京独卖巨人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中子很多隐退赛的尾数 都会刚好不好意思的就 很巧合的跟退休球员的背号是一样的 所以尾数看看就好 那总之进场人数很多 那3月2号这一天面对中心兄弟 你说有做到将近38,000 我是相信的 那3月3号这一天其实很明显空会比较多 所以是不是只有差7000 其实这个只有主办单位知道 那这个也就是我个人会觉得 很感谢东京独卖巨人的一点 因为他们来这次办比赛 其实成本也很高 你也知道这个球团本身球员都很贵 然后日本的人工也很贵 那台北洞的租金也不便宜 还愿意来办这两场 而且其实如果只是要追求票房最大化的话 那你这两场都跟中信兄弟打就好了 其实没有必要拉我们进来 但是他们还是把我们拉进来 所以我个人其实蛮感谢东京独卖巨人 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当然事实上在这个出场阵容方面 其实热身赛本来就是会一直走马换将 但是至少主力球员 他们的主力球员在这两场都有先发 没有先发也有上来打 就是不会只是虚晃一招就下去 那像我们热天台湾在这场比赛的安排 也是很热身赛的模式 就是说到了比赛的中后段 也是几乎整个防守阵容都换了一轮 包括说补手用了三位 然后内一手外一手 其实到九局下的时候 人已经跟一局下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安排 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比赛节奏的部分 其实这两场比赛的节奏天壤之别 3月2号这场就是 这个东京独卖巨人是先攻 然后中心熊年是后攻 这场比赛最后比数是4比1 但是两边打了整整三个半小时 非常非常的中止的节奏 我们讲的这个是2023年以前的节奏 今年记载还没打不晓得 因为今年应该会有投球失踪 Pishcon anyway这些东西 那隔天就我们这一天 3月3号这一场就打得非常的快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进攻火力蛮强 那本来大家觉得我们进攻火力很强 可是我们又很容易失误 所以不管是我们进攻的时间 或者是我们防守的时间 应该都会比较久 但是3月3号这一场很很神奇 我那时候一边看比赛一边在看时间 5局上打完只花了66分钟 5局下打完 打到中场休息只花了77分钟 然后打完7局呢 这比赛还不到2小时 那最后是因为5.05分开打比赛 最后是7.36分左右结束 等于说这场比赛只打了两个半小时 那当然你说第一比分是有可能造成比较时间短的原因 但是我们这边也打了八战打 然后双方其实也都有进攻到三类 那我这边就这两场比赛去做对比 我并不是说要针对中心兄弟 我们单纯 因为其实正常来讲 去打中心兄弟那个节奏比赛比较像是我们队的作风 好那没关系我们就是 讲这两场比赛的时间相比 你看一个是三个半小时 一个是两个半小时 整整差了一小时 我相信不管是球团人员 教练球员还是球迷 应该大部分人都会比较喜欢后面这场的节奏 而且你说第二场 这场节奏只打了两个半小时 然后0比0好像是非常典型的投手战 但其实这场就比赛内容 整个观赛的体验来讲 并不会觉得很闷 不是那种你看来会想睡觉的比赛 所以这样的风格的比赛 希望今年的中指可以多一点 那大家都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另外要提的就是 关于应援的这个反应 那这两天 大家知道就是中心兄弟的应援 跟我们家热天桃音员是不太一样的风格 虽然说台式应援都会用到电子乐 但是中心兄弟的乐队 他们就是很有一个坚持 就算放电子乐 主旋律他们也要吹管乐 所以说像礼拜六那一天 3月2号的比赛 不管是东京独卖巨人 或者是中心兄弟的应援团 都是有现场吹奏的成分在 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就是说有些人都会觉得 你看这个独卖巨人的吹 就是比较舒服啊 比较喜欢那样的风格 那台式应援就进去很吵 但明明兄弟那边也有吹管乐 你为什么就会把它忽略掉 而且认真讲 其实我那时候一直觉得 台湾在吹管乐的时候 很容易吹到B7 就是那个水准会让我不太能接受 但这一场比赛看起来 其实独卖巨人的管乐 也是会B7 所以这个就 一种风格啦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 然后再来就是这两场比赛 因为可能是因为主办方是 东京独卖巨人 所以他毕竟有他一些规矩 所以在应援部分 就是一三雷两队分开应援 然后在应援的时候 好像就都会有听到 就是只有在热区那一边 热区那边 不管是中心兄弟 还是我们家乐天台湾 就是在那边会放音箱 那在热区部分 会听到耳朵快爆炸 可是呢 在其他区域基本上是听不太到 热区在干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 看之后会有没有调整 但是因为大巨蛋并不是 各队常驻主场 这个就 其实就我去年在主角没有讲过 就是说台北洞是一个很适合打国际赛的场地 但是他并不适合在当做我们球队的主场 你要当做任何一支球队的主场 在台北洞 你势必一定要做一些大改造 不然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 这种音箱的放声音的方式 那其实声音是反而是传不出去 不然就传出去也是会有回音 所以你会觉得说那个全场一起应援 一起站起来应援的机会 好像就比较低 就比较没办法那么成功 那这两场不管说是周六或周日 好像也都没有什么人在站起来应援 那这个我不晓得说是主办单位的要求 还是怎么样 总之呢 就是你说他是台式音员吗 我觉得他并不是很道地的台式音员 那再加上我们前面讲这个 毕竟他也是等于是流浪的主场 所以当然就不会有各队原汁原味的风格 不管你是东京独卖巨人 或是中心修理或是热天讨 好像包括说像这个东京独卖巨人的啦啦队 Venus在这一天 他们应该是很少很少有机会 可以在自家球队的球员休息室的屋顶上面跳音员 因为他们一般啦啦队都是在局间才会出现 而且大概都是在草地 那他们也不会说像我们要跳整场那么累 总之呢 呃是很特别的比赛 那个人很感谢东京独卖巨人 愿意邀请我们去打这场比赛 而且我们虽然说没有赢 但是至少也没有输 好啦其实还有很多想讲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这一集必须要停在这里 那以上呢就是本集的原式物语 感谢大家最听到我们的后期 空中再次上回继续 拜拜 拜拜